继黄晓明官宣恋情后 另一半网红叶科便风波不断 但他也不是低调的人 前几天还在直播中承认丢脸 却否认全身都假 也就40%的科技吧 而最新消息是他被拔出发家时靠离婚分得前夫千万财产 后又在明院培训班进修 因此结识更大的金主黄晓明 这并非孔雪来风 毕竟一些和明院培训班风格相似的照片都被拔出 而这个被网友调侃就业率很高的明院培训班 第一次走入观众事业 当时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郭富城和潘伟博的妻子 都出自同一位经纪人Amy姐之手 也让这位神秘人士走到前台 他也曾为炒热度出面否认类似的传言收割热度 但很快随着其他新瓜的出现风平浪静 只是大家没想到的是 7年后热搜体质的黄晓明及新女伴也卷入其中 网友们纷纷涌入Amy姐的社交平台喊话 带我一个 不仅如此 男演员杜纯老婆王灿 相声艺人烧饼老婆郑胡心都卷入其中 又有哪些优秀学员 他们的经历真的应该提倡吗 一 诸多男性老婆卷入其中 随着叶科越来越高调 他的经历也被一一扒出 甚至连前夫王命金都成了热搜榜的人物 发文祝福 但流量始终是把双刃剑 高调的叶科很快就一次迎来反噬 最近有人曝光了他一次参加过明院培训班的过往 还被翻出大量照片 这之后爆料者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浮现 还有人只言其并非富二代 只是靠和前夫离婚分得了千万家产 因此发家 甚至还有人说他在黄晓明离婚前就与之在一起了 女方还涉嫌逼宫 且两人目前的经济条件并没有想象中优越 叶科都被限制高消费了 不仅如此 还有人直言得云社男一人烧饼的妻子郑胡心 叶和叶科出自统一培训班 原来给他安排的是护上皇勤奋 但没被看中 转头就嫁给了相声演员 而最新消息 叶科又被翻出和男演员杜纯老婆王灿的旧照 再度引发热议 后者不得不出面否认 不是明远没报过班 对此诸多网友纷纷评论 还涉及不少其他男艺人 想到了方院 原来天王扫是种职业 定位过于精准 50岁左右的老牌男星 确实近些年 横空出世忽然嫁给身价不菲的天王巨星的小网红不在少数 其中以方院和轩云最为风光 两人也确实被扒出 尚未之前的诸多照片风格相似 且还有合影显示出两人的同事关系 目前几方当事人均为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但关于明远培训班的故事素来不少 且历史悠久 要从2017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30岁的方院 嫁给了比自己大22岁的郭富城 另一边的潘伟博 虽在综艺上与女艺人无心吵着CP 社交账号 却被一个叫轩云的女孩悄悄点赞 原本大众并未将两位天王的故事联系到一起 直至王思聪在朋友圈的内容被截图公之于众 我服了 Amy姐还是厉害 身边两名大将 一位嫁给了郭富城 一位嫁给了潘伟博 此言一出 瞬间在桂圈掀起千层浪 撩拨无数赤瓜群众的好奇心 也让这位叫Amy姐的风云人物 首次走入观众视野 而随后被扒出的 还有王思聪与轩云 Amy姐亲密合影 方院与Amy姐诸多的早期互动 及贴脸合照等等 因此日后几位天王嫂如何百般抵赖 也无济于事 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但大众似乎更关心的是 Amy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居然能让手下的诸多女孩 轻松又顺利地嫁入豪门 实现阶级跃层 很快原名为胡曼玉的她 便揭开神秘面纱 从白手起家道靠 前线打桥成为拳内与瞩目的人物 她怎么会是一位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呢 Amy姐和她的名愿培训班 出生于1990年的胡曼玉 目前的头衔 是南京瑞去皮斯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的艺人总监 据说早在十年前 她24岁时便靠着惊人的手腕 和超高的情商 成为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被诸多漂亮妹子叫奶妈 令人瞅目结舍 而仅仅一年后 与胡曼玉有所交集的方愿 便被天王郭富城官宣了 童年轩源也首次出现在 小天王谭伟博身边 被抬倒一次恋情 在这之前 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美丽女孩 虽都是模特 网红 却真的没有任何水花 出生于1987年的方愿 来自安徽五湖某个小孙子 17岁便辍学到上海漂泊 因为长得漂亮成为模特 还曾参加上海的沙滩宝贝大赛 2010年 他开始做网红 两年后 以上海人的身份和爱丽丝的名字 登上了贵州卫视 非常完美 这档相亲类节目 不久后 方愿推出自己的写真集 尺度不小 一度成了宅男心中又蠢忧郁的代表 也是这期间的2013年 他与A媒姐关系亲密 还曾在社交平台晒出亲密合影 旁边还站着轩云 相比方愿 小几岁的轩云 出生于优渥的家庭 据说其父亲从商 小时候是在密冠中长大的 但他的成长经历并没有太多资料 直至2015年 因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张头戴帽子的照片 而这顶帽子 谭伟博也有同款 日后这被外界视为两人首次的交集 不过南方当时正在 与白富美杨富瑜及吴欣等人传绯闻 加上彼时的轩云 正在某航空公司做空间 并非公众人物 所以大家的关注度不高 直至此年 两人被狗仔拍到深夜参加聚会 谭伟博还对他上演了甜蜜的摸头沙 导致绯闻愈演愈烈 但南方对此已久延续之前 对于绯闻的态度 不否认 不回应 不澄清 因此 哪怕两人被拔出多个同款 包括猴子玩偶 健身器材等 也有网友说他们一直在同居 不过却没实锤 直至2017年 方愿已率先嫁入天王家 成了四大天王中最后一位天王嫂 轩云这边也有了动静 他出面点赞了谭伟博的社交内容 大有宣誓主权的意味 随即其神秘背景被扒开 又号称其大学同学的网友爆料 称他社交圈子相当广泛 还曾参加过王思聪的三亚party 根据网友日后的神巴发现 这个饭局发生于2015年年初 当时Amy姐也确实高调地晒出了照片 其中包括他与轩云的 王思聪的合影等 更耐人寻味的 在大合影中 未来的潘嫂只被挤到中间 Amy姐却位居C位 和王校长并驾齐驱 同一阶段 一篇名为天王嫂训练营的文章 广泛流传着 其中介绍嫁给天王的招数非常简单 一 颜值过硬 二 拍照上传 三 参加派对 四 成功上位 确实有人特地去看过 轩云和方愿的社交平台 发现他们都是爱好广泛 且整日出现在各种高档会所 会画画 潜水 滑雪 打高二夫球 简直是多才多艺 照片和如今被扒的叶柯 如出一辙 尽管网友没有发现 叶柯与Amy姐有什么交集 但从这些证据来看 很难不推测出 她确实可能拥有模仿前辈 后来者居上的相似经历 三 曾出面否认 却在先波澜 总之到了2015年 先是郭富城高调地 官宣了女友方愿 更耐人寻味的是 当时王思聪 还跑到人家官宣的内容下 戏谑般地发了一堆 哈哈哈哈 实在耐人寻味 这还不算完 她随即又在朋友圈补充一句 还是港台明星好忽忧 这句话意味十足 毕竟在这之前 方愿甚至还曾与潘伟博传出绯闻 也令外界不惊感慨 圈子真小 但是尽管外界关于郭嫂和潘嫂的传闻 都不友善 什么玩咖 包养 甚至还有前男友出来发小作文感慨 再加上名院培训班的风波 方愿和轩云当时都是忠实之地 但万万没想到 郭富城十分男人的出面回应了 接受采访时她直接力听 真实不实报道 我太太不是这一行的 她只是个伴幕前人 作为丈夫我会支持她 潘伟博虽没正面出手 但轩云自己在回复网友留言时 直接表示 自己与Amy是南京老乡 两人因在江苏电视台工作时相识 三年后 男方直接官宣了和她的婚讯 而且两人在这之前已经顺利缠女了 也是这一年 传闻中的Amy姐也出面 对于种种传闻做出了回应 她在社交平台如是说 如果简单办一个培训班 就能嫁给天王的话 你当那些天王都是傻子吗 更表示这些传言都是因为别人的嫉妒 还以童话故事回姑娘为例 回姑娘就是被那些穿不进水晶鞋的人所污蔑的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处于风口浪尖的Amy姐回应此事 亦有所指恰逢当时短视频风潮 人人都希望在风口可以分到一杯羹 不过最终她没能像传闻中 捧出天王嫂那么顺利 正好最终泯然众人意 只积累了不到十万粉丝 在2022年停羹收场 本以为名愿培训班风波 会随着Amy姐的退场 也不再被人提起 却万万没想到 到了2024年 与杨颖离婚两年的黄晓明 再度给大家序了第二季 事情的起因 当然要从她与新女友叶柯 官宣恋情说起 但事实上 早在与杨颖官宣离婚的第二个月 两人便一起晒出了情侣款汤圆 绪闻愈言欲裂 这之后 叶柯被扒出早在南方离婚前 就入住了她与前妻结婚的婚房小区 疑似插足上位 而且她随即便被扒出过往的 故事层是深圳大学校花 读书期间也曾勇闯娱乐圈 参加过选秀比赛 却最终因淘汰出局 但叶柯随后进入深圳广电集团 做了主持人 不过这份工作很快便因为嫁人画上句号 据悉其父是身价不菲的富二代 因此让她实现了阶级月层 离婚后也顺利成章的进军网红业 摇身一变成了女强人的代表 如果不是遇到黄晓明 叶柯会显得十分小众 和普通网红没什么区别 但没有如果 她于前几天被南方官宣 最后便耍足存在感 甚至一场直播和对方连线 连说八死我爱你 情绪价值给得足足的 只是不料 忽然被垂出疑似参与过明院培训班 又使她原本就不被看好的level 降低了一个档次 而此事也再次炒热了A媒姐 但对于大众的另一个影响 居然是万千少女都跑去她的社交平台喊话 报名渠道在哪里 这充满魔幻色彩的一切 不免让网友再度感慨 这世界终究是颠冷